中华民国渔民教育故意大大跳过日本时代 没有台湾的日本时代记忆 直接继承大清野史 符合诗无法正常不行 只能跳着往前的 果然战后 让日本宝岛沦为吸血鬼盘踞的中国鬼岛 越为草堂笔记所记载 诗还有三个别名 一是走影走诗 与中国诗相似存在的外国鬼怪 有吸血鬼跟丧尸等不死生物 在近代香港电影中 最初的诗都被设定成神传倾国官服 台湾民间葬礼老家庄 把清朝官服做成兽衣造型 因生前带有极大怨气 导致亡者死不瞑目 或是人为破坏墓地封税等原因 而造成诗变 复苏之后 会率先攻击还在世上的 情人或附近包含活人在内的生物 以其爪牙为武器 被抓伤咬伤者 若没有获得及时治疗 会感染尸毒而死亡 继而变成另一只诗 与此同时 诗还多于月圆之夜出来 吸收月光樱华 以此增强自身力量 而若是有诗因各种机缘巧合 比如服饰毒药 或被累积批重幸存 则会成精 此时一般法术与符咒 将无法抑制其身 非常危险 在现存所有中国诗电影里 最具代表性与知名度的演员是林正英 她生前出演的诗电影超过25部 并以道长的形象文明权亚洲 80年代 港产诗电影的创作 其实主要则自湘西感诗的民间传说 这一类型故事的大规模流行 时间约莫在清末名初 其结构与内容也和清代之怪 书里的诗其谈有许多不同 而电影承接了这个故事系统 并且融容了各个不同剧本的 点子 与西方吸血鬼电影的影响 因而港产诗篇里的诗 及其故事风格 其实相当具有自己的特色 台湾地区战后 中国国民党带来练世文化 让妙语赋予恐吓安抚的功能 延续于清末天高皇帝远地方观 利用宗教遥控人民 连台湾百姓到现在过世兽衣 还是穿清朝官服入列 亚洲的地狱与幽魂展身传业写着 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东方世界 鬼魂皆被视为人类死亡后 所存在的强烈意识 没有真实形态的组合物 是无法再被杀死的一种灵体 在亚洲和东方世界里 许多鬼怪传说 灵异故事跨越时代 通过世代口述流传文学记载 与创作戏剧演出 电影改编等 强化了魂魄的非自然力量 加深了鬼爵阴森的气息 在亚洲 鬼魂超越了宗教艺术的道德和解释框架 鬼魂的形象 极功能性 以更世俗的流行文化 和故事表达形式并进行构建 表演艺术卡曼和电影 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 亚洲的幽灵脱离无形的精神意识 具体化一个充满奇幻的鬼怪世界 像日本的鬼魂 开始对其原始意义产生反转 当代的创作中 鬼魂越来越拟人化 拥有人类的思维与情感 可以选择是非对错 倒是李明俊说 鬼是过去 人人是未来鬼 没什么好怕的 虽然白天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但能保护自己 就保护自己 机关藏在哪里 南美二馆 未处台南俯城就城区 周边多是明清授祥后 日本没有清零的老庙 供奉各种神明原址 更是日治时期的台南神社 网友说 南美二馆 根本就是未处在最强结界之中 原来流亡来日本台湾的中华民族组合 中国流亡领导人最最大的任务 就是把清零大清残留记忆 让中华民族传统可以全数赶回祖国 台湾与母国同步才能脱亚入欧 中华民族 Cop